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当时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给我承诺了很多很多 但现在都变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应该现实一点 毕竟我还是想跟他一起走下去 他现在根本就不是跟我在一起的态度 逼我找工作 逼我对一些喘不过气来了 现在是没办法了 生活压力摆在面前 我父母又催我结婚 但他现在没有工作 我父母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我为他牺牲了那么多 现在圈斗着这样一个下场 我觉得他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谢谢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海 28岁来自河南健身教练 女嘉宾小敏 24岁来自四川 吴野来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谈了多久 谈恋爱谈了一年多 怎么认识的一个河南一个四川 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在哪个城市认识的呢 在成都 在成都啊 我是在成都发展 你就是成都人是吗 我成都周边了 成都周边的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这个因为什么来我们这呢 因为这可能年龄的关系吧 然后我年龄28岁了 也该到结婚年龄了 但是我感觉他的话就是 只想着现在谈对象 还没有想到结婚那一步 逼婚来了 也没有逼婚 可能有一点着急 之前做什么的 现在无业吗 之前做什么 是这样的 我大学毕业就考上了公务员 然后就是因为他的出现 我才那个 辞掉了我的稳定的工作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 怎么说了 当时可能是两个人 在感情当中嘛 就是容易被爱情冲回头扰 就是有一件事情 就让我就是特别心动 就特别想跟他走 就是怎么个事了 就是因为我爸妈就希望我 就是找一个 就在成都有房了 然后在成都这边定居的 这样一个男孩 然后有一次他跑到 我那个工作的地方来找我 然后他就给我说 他说他买房了 然后又捧着很大 又说玫瑰话 就说得特别让我感动 当时我就怎么说呢 就一时就脑袋发热 就跟他走来到成都 那成都他其实也给我 租了一个小的那种单间房 他自己住那个单位的 那个宿舍的 他不是买房了吗 买房了还要年纪装修 那等于你就为了这个 到了成都了是吧 因为是这样的 其实他一直跟我说 他不能接受那个易定念了 因为他说易定念都不靠谱 就脑上让我来成都 就一直给我提这个问题 不停地提不停地提 反正各种方法 就想让我到成都 来这边的发展 那这个成都的工作 是怎么办呢 我那个公务员 肯定就辞掉了呀 放弃我那个工作了 其实当时我家里面的人 都比较反对我辞职 我爸妈知道我辞职之后 跑来成都找我 然后他说你怎么把工作 给辞要了呀 因为我们家里面都不同意 当时我爸不知道多激动 就给了我一巴掌 说是叫我自己养自己 然后你就不要回来了 当时真的是在成都 真的无依无靠 断绝夫女关系的意思是吧 我是和全家都断绝关系 不是和父亲断绝关系 那你到了成都以后干什么呢 所以说我就要找工作呀 他就要一直吹我找工作 刚开始叫我找全职 就比较累啊 还是不稳定 后面是叫我找全职 我其实也去面试啊 其实工作也不好找 大城市对吧 人才也多 今天毕业的学生也特别多 都真的是压力特别大 他说他压力特别大 我其实怎么说呢 我自己有自己的压力 我真的一个人在成都 无依无靠的 就凭他拿点诺言 把我骗到成都来 什么说他赚钱养家 我冒美如花 现在变成这样了 其实我收入来讲的话 在成都应该算是中等水平吧 多少钱一个月 一个月能拿八千以上吧 可以啊 房贷多少钱啊 房贷的话有三千 五千块钱两个人在成都是吧 三千多 然后我还有车贷 我车贷还有两千 加起就五千多 压力还挺大 压力挺大的 我当说着这么说 就真没想到他来了之后 就真是两个多月 就没有找工作 你知道吗 那你们当时 我没有不是没有找工作 我一直找工作啊 我也面试了对吧 刚开始没有找的嘛 后来是 刚开始的兄弟 我就听见你的话呀 对吧 我来成都这边 我就不用找工作 你就养我就可以了呀 你就信的 他说能养你就信 就真让一个男人养啊 所以说被爱情 受不了头了 哦 有有有 现在跟家里人缓和了吗 现在其实还没有了 还是不认你 就是那次闹翻了之后 我打电话他们都不接了 那你也没上门去修补修补 他跟他父母 关于闹僵这个事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也没有跟我提起过 他都自己藏在心里了 你这么大的事 你都没想过 他辞职之后 到了成都应该怎么办 你们未来应该怎么规划 你就 因为我想的成都 是大城市嘛 然后他来到成都 肯定会发展更好一些 肯定是来大城市 带他去见过你父母吗 还没有见 我是打算到今年过年的时候 回家见 但是我感觉我父母有点着急了 因为我父母那边的朋友 他们小孩 基本上结婚了结婚 有的都已经有小孩了 然后父母着急了 就是也开始经常过问我 经常开始给我打电话 问我对象谈了怎么样了 靠谱靠谱呀 然后见一见呀 或怎么样的 然后我爸妈就准备来成都这边找我 就想见见这个女孩 就见见呗 就没法见 因为我父母的想法 我父母想法我太了解了 就是他希望 就是我们俩去共同努力 共同奋斗 去把这个家庭的这个责任 给承担起来 不管是经济也好 还是生活也好 其实我也没有希望 他变了就是多么的努力 多么往上爬 就最基本的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一个稳定工作要有的 那所以现在的核心问题 是工作成了核心问题了 是吧 没有稳定的工作 刚开始没有工作嘛 然后我说他说他 然后他会开始找一些兼职 去外边就是做一天那种 就是促销员 那不是挺努力的吗 那兼职的话 你问一下 一个月就做四五次 怎么跟朝九晚五工作 一个月的工资 那就慢慢找了 那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呀 那是已经找了两个多月的嘛 那招什么急呀 我父母这边有点急 那我父母呢 我和父母都闹僵了 你父母着急就着急 我父母着急不着急 你这方面就是我确实不清楚 所以你今天来要干嘛呀 我希望就是能够就是老师 能够稍微给他开导一下 让他就是尽快地找到工作 然后稳定生活 然后让他就是得到我父母的认可 其实主持人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老师跟我说 我也不可能找到工作 对不对 主要是他现在根本就不是 给我在一起的态度 你知道吧 他对我之前的时候 真的是承诺的很多很多 怎么对我好啊 要给我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其实就好了半个月 后面的时候 就感觉就对我越来越苛刻 追我的时候买小礼物 对吧 每天是末还来看我 知道一些小清洗 但后面的时候 真的一次礼物都没有买过 连我过生日都记不得 我希望你也能够理解我一下 不是 你让他 我这么问你吧 你父母马上就来了对吧 对 他现在就是没工作 你敢把他带给你父母吗 不敢 为什么不敢 因为我父母希望找的女朋友 是有工作的稳定 你父母希望你找的女朋友 是有稳定工作的 对吧 对对对 那你的父母一定就问了 对不对 对 小杰我希望你找一个 有稳定工作的 怎么找了一个没工作的呢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呀 就之前工作挺好的嘛 为什么后来没了呢 因为我 你把他工作弄没的 那你凭什么把他工作弄没了呢 因为我觉得 一滴店不太靠谱 你觉得不靠谱 然后你就让他没工作了 他来这边的话 我有帮助他找工作 姑娘是不是心里觉得特委屈 肯定啊 就是我为了你 或者说我为了这份爱情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跟家人断绝了关系 我把工作也不要了 现在你嫌弃我是一个没工作的女人 或者说你觉得我不够上进 我都没法拿得出手 见你的父母了 是吧 是不是意思 臭小子 我确实是我觉得 我压力真的也是太大了 不是你当时没考虑压力大吗 你让人辞职的时候 当时吧 可能是被爱情冲了头脑了 然后 其实我在家的时候 一直都是一个乖乖女 读书的时候 成绩也是特别好的 所以毕业就考上公务员 其实我怎么说呢 一直都没有去违背家里面 或者父母的意思 去做什么事情 就因为他 我第一次违背了我父母的意思 后悔不 现在真的心里面 还是有一点后悔了 因为他对我不太好 现在 而且还特别抠门 你知道吧 还抠门啊 怎么抠门 就比如说我就第一次 带他去见我 就是爽良之士 比较好的闺蜜 我们第一次吃那个火锅 我们点了几个菜 火锅闺蜜 然后结果那个菜来了 他还叫服务员 退掉了几个菜 因为他说我们几个吃不完 为啥呢 因为他说 他们河南的菜 就是尿特别大 我们四川这边的菜 就尿小 他不知道尿小 他业余还是尿大的 他就退掉了 结果 我闺蜜去 看了我的面子上 没有怎么怎么样 但他还是给我说了 他说 这个男孩还是挺空门 你也好好考虑一下 你确定他这样 你不带他见父母是吧 要要见 因为我不想跟他分开 你不想跟他分开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尽量去跟父母说他都好嘛 行吧 女生店为什么来啊 就是这样的 因为 他就是脑拿他父母说事 他说父母要来成都了 你没工作 我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的 父母绝对不同意 就是他这么说的是吧 他就是原话 正这样说的 但我想是我那个父母当发的 那你为啥不可以呢 我说是这样 你可以把你工作 新人家给我来了吗 我说是这样说 但是我不是这个目的 我目的是希望 再稍微逼他一点 然后逼他上进努力一点 你把逼走都怎么办 他心里想的是 你哪会走啊 是吧 我哪会走 还乐呢 就这态度 吃死了 吃死了 吃死了